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麦子学院的视频教程,我是讲师吕之华 本次将进入JSON入门最后一课的学习 首先请大家看一下思维导图 本次课程的名称叫做GEO JSON和TOPO JSON 这是两种JSON的扩展格式 将分为三个小节来讲解 也就是这两种格式,然后最后介绍两种在线工具 那么是可以处理这两种格式的 GEO JSON和TOPO JSON这两种格式 它是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两种数据格式 用于表示地理信息 它不是两种新的格式 是使用JSON的语法规则来描述地理信息的格式 我们说JSON的 它是定义了一种文本的语法 来描述一个对象 而且里面有一系列的名称直对 来表示这一个对象的信息 那么对这些名称和直进行一些规范之后 把它做成的一个格式 就是GEO JSON 它是用来描述地理信息的 那么TOPO JSON呢 是在GEO JSON这个基础上 将其进行简化之后得到一种信息 所以TOPO JSON要比GEO JSON 它的文件大小要小很多 但是它们都是表示地理信息的 这一点呢 在我们在前端来表示地图的时候 是很常用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EO JSON这种格式 它是一种描述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格式 不是一种新的格式 它是符合JSON的语法规则的 它对JSON的名称和直对 进行了一些规范 使得它可以专门用来表示地理信息 GEO JSON的最外层是一个单独的对象 这个对象它可以表示三种信息 几何体特征和特征几何 接下来我们会实际的用代码的形式来给大家讲解这三种 这三种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 在最外层的这个对象里面 还包含有很多的子对象 每一个GEO JSON对象都有一个type属性 用来表示这个对象的类型 type的值必须是以下这些值 point是点 multipoint是多点 然后还有线 多线 面 多面 几何体 集合 特征 特征集合 通过这些个元素 那平面地图上所有的 所有的绘制的 绘制平面地图的所有的元素就具备了 你比如说要绘制一幅中国地图 那么我们就可以沿着中国的边界 把用线连接起来中国的边界 那中国的边界就可以绘制出来 然后里面分成各绳 那绳也是可以用线来表示 把它画出来 那么这就通过这样一些个 值 来通过这样一些名称和值呢 那就可以描述出各种各样的平面地图 接下来我们通过代码的形式来写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点对象 那么就是当type它的类型是点的时候 那么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形式 我们先来试着写一下 要使得它的格式符合 gson的规则 注意这里名称前加双一号 不是java的那一个 不是java screw的那一个 可以省略这个双一号 然后是point 类型是point 这个type是一定要有的 每一个geo.json的对象 它必须要有一个type属性 表示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然后是coordinates 表示坐标 那这是一个 它是负义10539 这一个是一个坐标 那这什么 这坐标它是 以什么坐标系为基础的呢 那么这是表示那个地图上的 精度和纬度 那这是精度和纬度的信息 好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验证 这个格式是否正确呢 或者它能够描述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网络在线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把这一个geo.json文件 给分析出来 用在地图上表示出来 我们现在把它复制一下 这是一个在线的一个工具 geo.json.io 大家把这个网址记住 那么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界面 左边是地图 右边是一个文本编辑框 在这个文本编辑框里面 我们可以写自己的json文件 然后在左边的地图 它就会为我们反映出 你这一个geo.json的字符串 所表示的地理信息是怎样的 这个工具还可以从 在左边绘制相关的图形之后 在地图上绘制图形之后 在右边自动生成 你所绘制的这一段地理信息的 它的geo.json格式的描述 那么现在我们把刚才的文本复制过来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点信息 在经纬度是这么多的时候 那么它描述出的是美国的一个点 它描述出的是美国的一个点 好 那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简单的那种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种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描述一个 线的这样一个对象 好 还是一样 必须要有一个type属性 那这里是line stream 然后是coordinate 好 在写坐标这里的时候 要写两个点 好 那这样就写成了一个描述线信息的文本 好 我们同样的把这一段文本 复制到刚才的那一个在线的工具里面 好 我们就描述了一段线的信息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段黑色的线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的文本所造成的效果 那么 这是在美国境内的一段线 好 那接下来再看第三种 就是描述面的信息 那面的信息呢 稍微呢 它的设计的顶点数量的要多一些 那么它是格式它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是polygon 这polygon呢 这个它是就是多边形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一个面 你用多边形 就是来组成一个面 好 那这里有点多 我就不写了 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好 那么这样就得到了一个面的信息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也复制到刚才的那一个工具里面 好 我们看到这是在非洲的一段 根据这一个这些精维 这一系列的精维度 来得到的一个长方形 那么这个长方形呢 是在非洲境内 那么它的位置呢 就是由这些精维度来确定 好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geoJson 它基本的一些形式 那从上面我们发现了 它就每一个都有一个coordinate 这一个属性 那么这就表示是坐标的 如果type的值 它是point 点 多点 线 多线 面 多面 那么这些其中之一的话 必须就有 要有coordinate 这个属性 那如果type的值呢 它是几何体集合 它必须要有一个变量 是这样一个变量 它的值是一个数主 那数主的每一项都是一个 前面我们描写到的这些 简单的几何体的 对象 那么下面我们在这里写好了一个 几何体集合 那么我们看到 它除了有type属性之外 它还有一个 这样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是一个数主 数主的每一项 都是一个简单的几何体对象 那比如这里有一个点 有一个线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拷贝到刚才的工具里面 看一下 这是在中国你看 一段点 一个点和一段线 那么 这是几何体集合 几何体集合的意思就是 有很多个几何体 就是刚才简单的 有点线面 这些很多个几何体 那这就是几何体集合 那还有一种类型呢 是特征 如果type是特征的时候 那么它必须有一个变量 就是这一个 大家把这个变量名 要有一个印象 那此外 如果它是特征的话 还可能还会包含有一个属性 是properties 就是特性 那么它的值可以是任意的 gson对象或者是none 那么它是表示 用来描述这一个特征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变量呢 是底下的这一个 那么这是 它也是一些 就是简单的几何体对象 好 那么这里 我们写了一个 那么看到这里面是一个点 那么描述的是北京的信息 所以这特征呢 你看 它通过这一个 有一个特性的这样一个变量呢 它就描述了北京 完整的描述了北京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还有一种 它的属性呢 这个type它的值呢 是特征集合 那么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系列的特征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多去讲它了 然后还有一种格式 还有一种格式 就是在gojson的基础上 简化之后的 叫topojson 那么它是按照 拓普学编码后的扩展形式 是由一个 是由一个比较 现在流行的一个 可视化的函数后 第三的作者 它制定的 它相比 geojson来说 它直接 相比geojson 这些直接使用polygon 关于的这些 几何体来表示图形的方法 它是通过了一个 使用共享编的形式来表示 那么 它的好处呢 有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是 消除了榕余 文件大小缩小了80% 然后其次呢 第二点是边界线只记录一次 比如说广西和广东的边界 那么如果你是 是geojson的话 那么它会记录两次 那么就文件就比较大 然后呢 它地理坐标 使用整数 而不使用浮点数 那么这也是能够 就是降低 它的文件大小的 好 在这里要给大家 介绍另一个工具 那么就是 这个 Mapshape.org 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对 geojson和 topojson 它两种格式 进行转换 那么现在我们来 做一个试验 好 我在这里有一个 中国的文件 这是一个 geojson 好 我们把它放进来之后 那么它出现了 中国的地图 这是geojson的文件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选择 将它输出成 topojso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输出之后 在这个下载中 它的文件大小是 41kb 那它原来的大小呢 是250kb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把它 geojson 转换成 topojson之后 那么它文件的大小 大幅度的降低了 那这就是一种 它缩小了 冗余的之后的 一种结果 那么如果在网络 应用 因为地图 通常文件 它都比较大 如果要把它 传上到前端的话 所花费的时间 要尽可能的 应该尽可能的 缩短 那么使用 topojson的话呢 它的效率呢 就会比较高 好 本次课程的内容 就到这里 那么希望大家 下去之后呢 把这些个 把这个geojson的 这个格式 最基本的几种对象 比如说点线 这些基本的 把它了解都行 没有必要去 深入的 就是写很复杂的 它的地理信息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下载 直接使用 已经写好的 好 本次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